下午好 我是阿海 我现在迎来七进三宝 之前呢帮网友找了一套农村房子 现在租住去 他现在住了有半年时间 他以前在大理住的 但是大理那边风大 他想到这边安静一点 然后这个燕子也够大 帮他找到一套 下面还有一套 它是6000块 燕子也差不多大 我们就来看看他这个燕子 6000块 但是现在还没租住去 今天就带了网友来这边看嘛 他看了他要考虑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租下来 几百米呢 就有那个赶集的地方 这个赶集的地方呢 是周二跟周五 一个星期呢赶两趟 刚刚我看到集市 还蛮热闹的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垃圾桶在这里 是垃圾分裂的 下面就是这种排水沟 这个水的是很轻 因为是水 是从水库下面流下来的水 然后我们看看这套6000块 这个它后面 上次拍呢 就没那么清楚 后面都有排水的 这个院子呢 差不多占地有500平 但是燕子面积才有300多 房子占地面积呢 一百几十平呢 这个燕子现在 你看 这边呢 这边左手边是种的菜 鱼塘 那边是扶手瓜 这个就是燕子里面的情况 燕子还是蛮大的 右手边呢 就是卫生间 它现在是里面种了蒜苗 这块地啊 就是长长的这一片 然后种菜 一家人都吃不完的 它菜还是蛮多的 然后它里面 现在是水电通了 就是这个上面是二层的 这边旁边呢 还有一间小房子 这个房子呢 今天带了网友 他好像是没看中 还是怎么回事 他要自己考虑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租下来 房子旁边呢 这边是一个侧面 侧面这个里还有一个小房子 可以放杂物 这是二层上面还有一个平台呢 我们看一下房间里面 这是一点黑 就需要滚下那个白色的漆就可以了 上次来就看到这个柜子 没什么稀奇的吧 除了这个柜子后面 还有一道门 这个门是隐藏式的 里面就是一个卧室 不知道当时这个房东装这个 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搞明白 你看进来就是一个厅 好 好 谢谢你了 今天不腌的还抛过来 拜拜 好 就麻烦你了 好 可以关了 房子还蛮客气的 现在他重新打造了一下 他在这聊天 你看 哈哈 你好 蛮客气的 我们一来他就准备了瓜子 水果给我吃 然后这里一个水井 他现在是买了水泵 这里面可以 再抽水 抽上水就可以浇这个菜地 之前长了好多草 树就被他搬到那边去了 那边那个柿子是甜柿子 刚刚他扯了给我吃 还蛮甜的 看这个院子 他现在也种了一些瓜 然后自己搭了一个架子 这个瓜就顺在这上面爬上去了 它里面挤了好多瓜 这个就是院子里面 因为住在院子 院子也够大 可以种菜 可以活动啊 这个是真的玫瑰花 这边有个石桌子 你看这里还有极子 都长了极子在上面 但房东他自己 他们租下来 他就自己买了个电瓶车 可以骑着去赶集啊 买点东西啊 然后带着网友 他们今天在这里聊天嘛 好像他住在这里半年 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你看后面就是西边 哇好大 这个石子好大 你看看很新鲜啊 他结满了很多 之前他也扯了很多 都吃掉 要么就送给房东了 送掉了 我来他就是让我拿袋子给我扯 我说我一个单身汉 也不做饭 都做菜 吃不了那么多 我就扯一个吃 尝尝味道吧 脆石子刚扯下来 这是蛮脆 也甜 但是有一点点 那么色味 可能要放过一两天 它就 色味就没有了 就非常甜 这个他们是租房的时候 就是前一年 他说一年之后 他们如果还想租 住这舒服呢 他们还要在西圈 看看燕子 搞得多好 水果啊 蔬菜啊 还有鲜花 你还一出来的是 一英俱全 什么的都有 他说一出来起来 看到这燕子也蛮舒服的 因为他们在大里住的时候 那个燕子蛮小 只有100多瓶啊 但是这个燕子就 加房子呢 就500多瓶 你看后面还有一只大块菜地 这块燕子 地还是蛮大的 他种了这些菜啊 他们两个都吃不完 要不就拿了送给房东 这里一块地也是他家的 后面就是猪林啊 你好 村民啊 他今天去赶集买的苹果 除了这一套6000块 还有个5000块 那一套 5000块那个他只有半层 上面那一层呢 房东他不住 他自己要住 因为过年过节 他要回来住 他现在去打工了嘛 所以 刚好就是要这一套 还有另外一套这个村子 但是周边环境很好 这个村子里面 他是有那个轿车服务的 三块钱就可以 从现在这个位置 给你送到公交车站 你在公交车站 再用那个卡一刷 好像是一块多 就可以做到起经的时期了 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 在这个下起 差不多两三百米 就有路边呢 可以做那个农村客饮 10块钱就到起经了 如果你有急事呢 也可以打电话 跟村里面交车服务的那种 也可以包车嘛 10块钱 也可以包到起经的任何地方 但是后面这个房子呢 是6000块 但是房子里面一点黑 租长期还划算 如果租短期的话 你还打理的话 花点钱 绝对不划算 如果你租一年的话 这种房子就不行 但是你租一年 这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就漂亮 它可以拎包肉住 然后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用怎么花钱 就可以租进来 这个房子 但是租金虽然高 但是住在院子里面 院子够大也舒服嘛 这个苹果是你家种的 我家种的啊 哇这个苹果 这就是正宗的马龙苹果 它数不高 数就五六年 但是那个苹果 都积了好多 大三百块吗 也有两百斤 一块一两百斤 苹果 公斤啊 公斤 哇那个苹果叫旺产的 就是200公斤 那个数是三十多年的数 三十多年的数 三十多年就是200公斤 像这个五六年的数呢 就是二三十公斤 你卖多少钱一斤啊 12块一斤 12块啊 12块钱一公斤 就是这么大 它也有小的 如果这个你看小的这么小 我吃的就是 外观有点像那个糟通的 它是晒的开裂 这个就是这个 整二百斤的马龙苹果 它是醋的 歪苹果 马龙苹果就是醋 歪苹果 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的那个大的树 有几十年的树 可以长200公斤的那个苹果 转钱的很嘛 转钱 哭的很 哭的很 相当哭 像你母头子一年 要多少钱 这十费认工 是牙肺之牙的油脂负荷 都是这个穿扶植托 买弄家肺 养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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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加些 都是投资在多少 投资要好几万块钱 不知 没得吧 12块一斤 一棵树 你看 现在长200公斤啊 那个一棵树就是突出的 就收藏很多 上车 你看路边都是些苹果 这边苹果树很多的 丹青妈妈那个苹果圆呢 就在里面 就是几公里 他这个我们起进的马龙苹果 是这种 长得品香不好 刚吃第一口有点酸 但是吃了以后面 就是越吃越甜感觉 就是那个苹果的香味很重啊 特别香 一般在超市里面 菜市场都买不到 然后那个苹果有这个香味的 嗯 这个苹果是脆的 嗯 很多水啊 因为他从树上刚扯下来的 口感也比较好 12块一公斤 嗯 嗯